那這個廣分裡面說到 他說講到捨身 他說你害怕這個捨身 難行 要難行能行 要捨頭目老水 他說並不是 你一開始就可以捨的 不是的 要慢慢來的 要怎麼辦呢 先布施 見次學習 這個布施不是捨頭目老水 是捨什麼 捨身外之物 捨什麼 捨財 捨你的能力 你不用捨你的聲音 捨你的眼睛 不用 那就是捨你多餘的 或是你有能力的 一般就是捨外之物 那麼捨到你給了 你不會捨不得 有時候我們給別人 還是會有點捨不得 又覺得給太多 又覺得給得怎樣 有時候就會有這種 會有這種問題 給到你給了 完全沒有捨不得 全無貪囑 那麼甚至給到你這個 生命給別人 你也沒有貪囑 那麼這個時候 你大悲心力 就大悲心 大悲心的這個力量 那麼顯發出來 開發就是你充滿的 顯發出來的時候 那麼而且也不是隨便給 對眾生有利益 對佛法未來現在的眾生有利益 那麼這個時候你才可以捨 那就好像捨你的身體 就好像要把菜給別人一樣 容易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捨 就好像這個 你 你要一般我們要捨 捨給別人的東西 假設是重要的 有詐子的 有時候我們也要像割肉一樣 實際上不是割肉 但是就好像在割肉一樣 就有一點點難捨 但是你捨這個身外之物 都容易捨的時候 慢慢慢慢慢慢 那麼你再捨到頭目腦策 就是可以為別人犧牲 可以為佛法犧牲 可以為別人犧牲 所以佛法裡面 常常在柏勒經裡面 常體菩薩 割自己的肉 賣了要去供養那個 那個說法的那個 這個彈虎解菩薩 然後就是 這種當然一開始我們做不到 漸漸漸 這個是要漸漸學習的 講的是這樣 好 所以他這裡講到 那第三個 聽說菩薩修行 要長久 處在生死海中度眾生 那麼時間這樣的長 要積極的資量 又那麼的廣大無邊 覺得自己修不了 這也很多人是這樣 所以很多在北傳的他會 就叫做回大向小 一般我們叫回小向大 老闆金叫回小向大 很多人就會覺得 太難了 行菩薩道真的難 但是 所以為什麼 龍術菩薩講 發菩提心的就好像雨的 跟魚卵一樣 一條魚 生卵有幾十萬顆 但是真正能夠稱為小魚 長大的 沒有幾隻 所謂魚子 安羅花 菩薩出八星 這三件事 一開始很多 安羅花可能就是 像 有些人講是蠻果花 蠻果一顆 一顆全部都是花 但找出來的蠻果就幾顆 那一樣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菩薩出八星 那個很多花跟結幾顆果的 然後 還有魚的暖 就是也是很多 魚的暖都有幾萬顆 那長出來 成為魚長大的 沒有被吃掉的 能夠化出來的 其實是很少 那麼 不多 那很多是退掉的 能夠發心的已經很少 那麼發心不退的 那個就更少了 所以 怎麼樣才能夠不退 這個一直是 大勝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發心 而且難怪在這個發心 就是菩提心中一直往前 你看金剛經第一句話就是 善男子善緣發阿妞多農三秒三秒三秒圓訓 因雲何處雲何降五七七 我已經發菩提心 這個是已經發菩提心了 那麼我接下來應該要怎麼修 我才會不退 雲何華元經 善財同志五十三餐 每到一個地方 都跟那個善自治想 我是已經發了菩提心的 請告訴我要怎麼樣開月成佛 都是這樣 那麼我們現在也是要這樣 怎麼樣可以往上 而不會往下退 會退會轉 那現在很多人就覺得 時間太長了 龍樹菩薩講 你不派國教講 三大阿珍奇血成佛 用百結說像好 龍樹說不是 什麼三大阿珍奇血 無量阿珍奇血 三大阿珍奇血都覺得太長了 龍樹說不是三大阿珍奇血 是無量阿珍奇血 一般阿珍奇血 三大阿珍奇血 修行才是成佛 不派國教裡面講 三大阿珍奇血成佛 如果正阿羅漢快的三生 快的阿羅漢的 這是成佛 如果阿羅漢快的三生 快的三生 但是成佛要三大阿珍奇血 阿珍奇是無量血 非常非常非常長 一解都很長 但是阿羅漢快的三生 那成佛你再怎麼快 也要三大阿珍奇血 龍樹說什麼三大阿珍奇血 無量阿珍奇血 要累積的質量非常的多 是無量阿珍奇血 那你三大阿珍奇血血 我都嫌長了 你還無量 好 那我們來看 所以 覺得自己修不了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常常講 改一個席氣 有時候要 全部改過來 有時候要三十年 那麼長 三十年你嫌長喔 你看你現在都過了幾年了 那你已經過幾個 這樣的幾年了 幾千個幾百個啦 你也不一定 不一定改過來啊 所以你不要覺得慘 其實是可以的 時間也是這樣過 那麼有的人就覺得太長了 不敢進修 所以滑滑金才會有那一種 三百里五百里 阿要走那麼遠 那不要走啦 那他就說不遠不遠就在前面 只有三百里 那是像這樣 那麼 他說這是更不應該的 假設你覺得太長 這種觀念其實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菩薩能夠通達生死如患 生跟死其實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講 阿要已經講 魚吃無魂凡夫 無名首富 愛劫所欺 長夜輪迴 不知苦之本濟 不斷的生死 不斷的生死 就是因為你有無名 有貪啊 就是你不想得到了 所以你已經無量解裡面 都是這樣生死死勝 那生死其實也不是大問題啊 老實講 生死不是大問題 就生然後死 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啊 死頭再生之後再死 老實說 我也不覺得這個是問題 問題是在生死之中有無料的苦 這個就是問題啊 假設就是你說 我們就是要活 活著好好的 然後到了年紀大死了 後來又出生 又從小嬰孩到大老 沒關係 幾千次幾萬次都沒關係 可是問題是 在生死之中有種種的苦啊 這些痛苦我們不想受啊 不願意受啊 重點在這裡啊 所以重點是要解決這個苦啊 因為苦在生死之中啊 假設生死之中沒有苦 那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啊 那一下子是重新再來而已啊 對不對 從小孩到長成老年而已啊 從搖嵐到墳墓 幾千次來也沒問題 因為生只是一下子死 也只是一下子而已 但是中間我都是幸福的 我有什麼好擔心 問題是大部分是痛苦的 不由自主的 重點在這裡 所以才要解決生死的問題 長夜輪迴啊 但是問題是我們又不曉得怎麼解決 現在告訴你可以解決啦 那我還不早一點解決 這個就是解說到 當然這樣都很難啊 那你可以解決 你不馬上急著解決 而是你要幫助別人解決 咦 這個就又不容易喔 所以普林心不容易就是這樣 那麼大的 那麼長的時間我都在受苦 現在好不容易有機會可以離苦啦 我還不趕快離苦 萬一我又受苦了怎麼辦 所以不用成佛 我只要可以離苦就好了 就好像現在的人 沒有關係 我只要能夠往神就好 但是這個也有分別啦 那所以他講到生跟死其實 那只是因為生死的話就是菩薩 你要能夠不會生死 就是你必須要能夠理解生死如何 所以菩薩道其實它有兩個階段 一個叫做般若道 般若道其實就是重在有般若 很多人誤會啦 以為菩薩道就是不斷修佛報 他不斷利益眾生 但是重點你要通達生神 大聖的三要 我們叫做學佛三要 就是你要學起佛 成佛這個是大聖的 三個重點心要 另外就是什麼 補提心 這是最重要的 大悲心 信空輝 信空輝也叫做無所得心 這個是通達生死如患 這個其實一般叫做無所得 我們可以講無所得心 以補提心為根本 佛學就是要佛 要成佛要以補提心為根本 補提心是以大悲心為根本 補提心就是阿尿多龍三秒三 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我們說的補提心是指佛補提 我們叫做佛補提 阿尿多龍三秒三補提 發阿尿多龍三秒三補提心 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心 因為補提心有三種補提 身文補提 圓絕補提跟佛補提 身文 身文補提也是補提 菩提只是正覺的意思而已 菩提只是正覺的意思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 菩提心是指無上菩提 一般我們簡稱叫無上菩提 阿尿多龍三秒 這個是五 尿多龍三 無上正等正覺 身文菩提 圓絕菩提跟佛菩提 身文圓絕都是菩提 他都有絕跟佛菩提 我們現在講的菩提是指佛菩提 所以你成佛一定要有菩提心 我要成佛的心 我要成無上正覺的心 那是很容易退 那菩提心從哪裡來 那你如果要正覺 你解脫也可以 所以佛跟阿羅漢差別在哪裡 佛可以度無量無邊的眾生 阿羅漢有量有限 佛無量 所以菩提心是以大悲心為根本 你如果沒有大悲心 你的菩提心就只是身文圓絕菩提而已 所以你的佛菩提心是為了要利益眾生 成佛才能夠最大限度的去利益一切眾生 所以菩提心是以大悲心為根本 那麼大悲心的 我們叫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 大悲心的大在哪裡 沒有分別 若暖生若胎生若私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 我皆令若無語內把他被度射 沒有分別 那麼這個必須要怎麼樣 無分別心就是要有信空會 所以這裡講的通達生死如荒 所以一般來講大波勒經裡面所有的大悲為上手 那麼無所得為方便 一切自治相應作業 基本上大波勒也是這麼說的 一切自治相應作業 一切自治相應作業 就是你這樣的思維 你這樣的心意跟一切自治相應符合 一切自治是什麼 就是佛制 你要成佛的心 一切自治是佛 一切自治是佛的智慧 那麼其實這個就是菩提心 你要成無上正等正覺的這個意願 叫做一切自治相應作業 你想要成佛的意願 我們就說菩提心或是菩提願 所以這個就是菩提心 一切自治相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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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為上手 那麼以大悲心為主 那麼你要成佛是因為你要利益一切眾生 這個是大悲心 那麼大悲心是以信空會為根本 你自作為大的起來 大就是沒有檢責的 沒有限制的 沒有局限的 要利益一切眾生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你的心 見到 見到無我 或是你有般若智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樣 要不然我們是有自私的心 有我 我見我愛的心 基本上不容易做到這樣 所以 無所得為方便 這個是大波爾記裡面講的 這個大聖的山西 無所得為方便 無所為心 就是你無所得 無所得 其實就是你 你沒有分別的 那 就是對一切法 不辭取 那麼這樣 一切自治相應作業大悲為上手 無所得方便 這是我們說的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性空慧 這個一般就是學佛三言 那麼 這個波爾道 重點 就是 你對於佛法 對於是這個 你性空慧要有一些基礎 波爾道之後才是方便到 才是專門在利益眾生 那波爾道之前 也有利益眾生 一定是前六度 但是它重點在得布爾波爾 你無身法倫 正無身法倫 所以這個性空慧 一開始是正無身法倫 無身法倫 無身法倫成就不退了 所以你一定要先讓自己不退 就是不會退 不會退以身為 那麼一開始當然 你就要先正見證上 不退三道道 就是你要不退轉以三道道 不會退到三道道 然後不會退到身分裡面來 那麼一直往佛道前進 其實是這樣 所以波爾道 波爾道重點在無身法倫 絕諸細畏 方便當在岩土所生 中岩國土成熟眾生 在這裡 你就可以像法藏比丘 創建基督來以岩國眾生以後 岩土所生 中岩國土成熟眾生 那波爾道是絕諸細畏 那波爾道是絕諸細畏 就是正合一切法空 一切法護我 絕諸細畏 這是不分別 不分別細畏 所以要以這個 其實是有種想法的大背心 即使菩薩道 絕諸細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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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諸就是希望分別 就是理一切的希望分別 絕諸細畏 嚴土所生 那波爾道之後才是方便當 所以這個重點要放在 怎麼去理解國法 怎麼去證物我 但是保留那個大背心 要是有菩提心的大背心 要不然你真的無我之後 你就朝九州道去 你就朝九州道去 所以先有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建立在大背心 要綠一的重生上面 所以 但是朝這個目標前進 心口味 所以 講菩薩正如生法人的時候 因為他之前有發過這個約 所以他即使在那個空氣裡面 諸佛 一般的說法是諸佛 就是他自己發的約 所以這個時候 然後他這個約定會告訴他們 雖然儒化儒化 但是儒化儒化的重生在受 所以他又會過來 裝獨佛的精神 他不會就是 因為從天上去了 不會 其實 其實 這個是菩薩道裡面 主要的 我來看 他說 菩薩能通達生死儒化 才能藏在生死中度眾生 並非藏在生死中度眾生 並非藏在生死中度落獸 你不是來受苦的 你是來讓別人不受苦 讓一切跟你有緣的人不受苦 所以你自己要有能力 那能力怎麼來 就是現在開始的樣子 那有一些有能力 他也不一定願意來 有能力的人 他不願意 不一定願意為別人做一些事 即使對他有利 他也不一定願意 所以你現在發這個心 我們不是來受苦的 很多人都會害怕 他有隔音之理 那下輩子來了 下輩子來了 不知道會生在哪裡 不知道會受什麼樣的苦 不知道會遇見什麼樣的人 不知道會不會墮落 我告訴你 所有 你下輩子會怎麼樣 決定在你現在的心 你現在的業 你現在的時期 你現在一樣是依過去的心 現在的心跟過去的心 一起連接的 依過去的心 依過去的業 依過去的緣 而有你現在的痛苦跟快樂 那麼你只要好好把握 掌握住現在都是善因 善心 善業 善緣 不管你過去 不管你未來會生在哪裡 或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 你都是善的 因為心、業、緣 都是承接 是一直承接過來 習性也會過來 那麼業也會過來 就好像你有這個病 你一起來 你不會病就好 自己好 你有這個智慧 你也不會一起來 這個智慧就忽然間消失了 不會 你昨天讀的書 記得很深刻 今天就算睡一個覺起來 你還會記得 你學習的技能 你睡一個覺起來 明天上班 你依然還是懂得這個技能 還是在做那個工作 而且越做越熟練 你也從不擔心睡一個覺起來 我學的這些東西都忘記了 你今天讀了那麼多書 每一個字記得 你也不怕擔心睡一個覺起來 就把這些字都忘記了 不會 就算忘了 也只是忘幾個字 也不會全部忘 一樣的道理 我們的善業 我們的善心 我們的善緣會相續 如果你學的 你做的都是善業 你的善心的時候多 惡心的時候少 你造的善業的大 惡業小 那麼一直都是善心善業在主導 你的善緣累積得多 惡緣累積得少 就算有惡緣也影響不了你 都是善緣在主導 那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不用擔心啊 為什麼 因為你未來會怎麼樣 決定你你現在是怎麼樣 所以柏勒經講 你常常跟法相約 你常常跟佛相約 你不用擔心 升到沒有佛法的地方 除非你發怨 除非你發怨 那到底沒有佛法的地方 沒有佛法 但是你也不會忘失佛法 不會 所以這個叫做義佛念佛 現前當然必定見佛 一樣啊 從一佛佛至一佛佛 咒不禮佛 為什麼 因為你心中有法 這個法從哪裡來 從佛那邊來 所以你有什麼好擔心 你好怕什麼隔音之女 你為什麼不怕睡覺起來 你所學的東西都沒有 都不見了 不會 不會 這個善業就好像 你今天賺的錢 你放在銀行裡面 你也不會擔心 一早起來 那些錢全部不見了 不會 你買幾個金子 放在你的保險箱裡面 你也不會擔心 一早起來那些都不見了 不會 它就是你的 金子還要被小偷偷走 你的善業 任何人沒有辦法拿走 任何人沒有辦法 偷走你的善業 移掉你的善業 沒辦法 你的福報就是你的 你的智慧就是你的 你的善緣就是你的 你只要今生好好這樣做 你怕什麼隔音之女 你只要普提心 發的深刻 大悲心非常的深刻 然後努力的學習佛法 有一定的幸福會 我告訴你 你都不用擔心 什麼隔音之女 不用擔心 你只要發焉 死死常行菩薩道教 所以這個就是菩提心 所以它這裡講 我們不是 你說 常常來人建設 我這一輩子已經夠苦了 我不要下輩子再來受苦 你要知道 你這一輩子之前受過的苦 是因為你之前 不懂得佛法 或是雖然 你有佛法的善根善言 但是你沒有好好的運動它 所以你才受苦 現在你已經學習佛法了 你說 但是我現在學習佛法 我已經照善言 結善言 發善言 還在受苦嗎 你受的是以前那一些 留下來的苦 並不是你學佛之後 心增加的苦 不是 你等這些苦過去了 你的善言善業 那麼不斷的增長起來了 那麼你沒有死 就算會受苦 也很快過去 也不用很大的苦 因為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不可能都不照惡言 也不可能都不起惡心 也不可能都不結惡元 但是因為你善人多 善業大 善心深刻 所以即時有 也不會對你造成多大的障礙 所以你只要抓定這個目標 發這個狐狸心 不斷的往這邊前進就好 也不要管他有多少次的生死 要經歷多少的生死 不用管 因為你知道 不管幾次的生死 你都是在發善心 造善業 結善業 它會一直持續上去 所以你就一直 依這個不斷的向佛普及前進 所以這裡講 無邊的資料 是無邊的功德 還會嫌多嗎 那麼 越長的時間 越多次的生死 就讓你累積越多的功德 而且越不容易的地方 你累 你增加的心力就越強 不容易造善業的 你造了善業 不容易發善心的 你發了善心 不容易結善緣的 你結了善緣 那個力量更強 所以無量洛金才會講 雖然讚嘆極樂世界的殊勝狀態 但是他最後告訴你 你在說否世界修一天五月 勝負在極樂世界修一百年 後面講到禁禁的時候 我們會再講 所以他這裡講 在無量的生死中 累積無邊的資料 無邊的功德有什麼不好 那麼功德還會嫌少的嗎 誰會聽說財富多而怕 計算的麻煩呢 對這些如有以心性怯弱 而有退屈心的 因你善念的理論 多多的訓練至今 所以他這個練心叫做訓練至今 那麼色大聖論叫做磨練三種變魔心 色大聖論 色大聖論是五左菩薩寫的 他也有寫這種三種變魔心 色大聖論是 那麼世青菩薩給他做解釋 我們只是引用其他的一本 色大聖論 這是五左菩薩寫的 然後世青菩薩給他解釋 那麼講到 因為前面我們有一點 普及道刺激廣論 那其實色大聖論也有 那他說 人去中有無量世間 無量有錢 那麼非常多的有錢 刹那刹那 所以你看在人去 他只是人才容易 人才容易成佛 天都不容易 善熱道不可能 善熱道是不能成佛的 善熱道的人要成佛 要天道的人這邊難 天比較難 因為他想熱 他比較無色界天難 不能 八難之一 欲界色界可以 但也不容易 所以他講 人去中有非常多的事件 非常多的事件是人的 像我們這個說國事件 有四大洲 北巨無洲沒有魔法 雖然做人也沒有辦法 其他的三洲可以 東盛仁宗、西苗二洲 南岩浮亭 這三洲可以 北巨無洲沒有魔法 所以這個鬼頭會在那裡 叫做三洲感念 因為沒有魔法他就不去 他是護此修行的人 那麼無量的有錢 非常 這就是人 刹那刹那 人正無上無天 像這樣我們一堂課過去 很多人都 因為其他地方有佛 哪一個人啊 這學習法法都已經成 都已經成無上無地 所以雲何我今天讀不能這裡 哪有可能 那麼多人都可以這裡 為什麼我不能這裡 前面講的 比如一丈母我也有 他也是到丈母 我也是到丈母 為什麼他可以我不可以 所以你要這麼想 要不然你就會覺得別人 別人善根深多嗎 別人善緣多嗎 我是煩惱重 我業障重 我姻緣不好 這個就是什麼 叫卻弄 叫退群 學佛人不能有這種心 這種心就是煩惱心 陰暗心 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己才是最大的問題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就沒有力 五根五粒 根就是生長 力量從哪裡來 信 第一個就是信 信盡念定位 你之所以很努力 一直往前進 那是因為你相信 信盡念定位 先要有信 信為能路 一開始路 堅持的就是信 相信 相信主要是相信自己 我可以 我願意 我努力 我做得到 雖然不是馬上做得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做到 但我相信我做得到 我相信我可以 我一定要努力 這個就是什麼 人人一之幾百之 人人十之幾千之 那你努力 然後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然後第二個 第一個一定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一定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就是我是人 我是學佛的人 這個在那麼多的眾生裡面 是少數人 如果我要講精英的話 就是比如說 這個全世界百分之三的精英 你是在那個百分之三裡面 所以 有人群中 那麼多人都成就了 為什麼不能成就 我也是這樣的人 我經過多少努力 到了這個人群 又經過了那麼多的時間 在那邊親近佛法 跟在相應那些佛法 耗耀佛法 所以 為什麼我讀過這個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社道書裡面說的 可以跟前面的廣論 做參考 我此意 我這樣的土提心 離諸障案 波羅密多 就是 因為你相信 所以你就願意請菩薩道去學佛 菩薩道就是波羅密多 波羅密多就是 可以成佛的資料 叫做波羅密多 那一般是道理案 或施舊間 那 如果是解脫道 一般就是普提分 那 這些障礙 這些煩擾 謙就是布施 你布施就 布施就 離這個謙令 那 這個慈戒 就離這個鬼話 那 類似像這樣 那 忍入就離這個 撐撐 這些 這些 這些煩惱這些 障礙 皆沒有 因為我努力 所以我很容易不由功用 我容易都 當而圓滿 就是 我 我漸漸朝 菩薩道 潛進 布施 持戒 忍入 禁禁禪 這一些 我漸漸圓 不是一下子就圓滿了 沒有 我走一步就進一步 我累積一分 就多一分 就是 這樣走這樣走 不管經過多久 我一定會到 我每次就算加一滴水 再大的桶子也會給我加滿 因為我只加水不漏水 就算會漏水 我加的水 比漏水多 他也會忙 其實這樣 那你 所以你好好看著自己 往前進就可以 所以一定會往正摩伏地 因為圓滿就會做摩伏地 波羅密圓滿就會做摩伏地 波羅密圓滿就做摩伏地 那波羅密圓滿是劍刺圓滿的人 前面講刺底棒 那第三個他想 這個就是練摩伏地 就是怎麼會讓你不退化 有葬 善的 就是有肉的 世間的人 世間的人 沒有學習過法 沒有出世間的人 他也行善 他行善也可以升天 升天 他現在造很大的山葉 他天上的宮殿就行起來了 那是化身的吧 他的宮殿 他的身體 天人高很大 會有光 比較殊勝 那麼 你現在造這個山葉 你未來 你未來的福報就跟著你 這個叫做有葬善 就是有肉的 行善的這些人 命中的時候 即便可愛一切之體 可愛就是好的來 比如說你行食善業 你升到天上 天身很高大 住的宮殿很高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不用像我們這麼辛苦 他圓滿而生 自然而然就有 那我何況 那一些有肉善業 都會自然而有 那我現在修出世間化 修菩提心 修這些無肉的善業 那由無臟善而成其善 就是我現在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修這一些出世間的善業 修一些利益重生的善業 然後假 這一些修有肉善業的 都可以成就他有肉的善業 那麼我修無肉善業的 一定會成就無肉善佛 我修菩提心修許菩薩道 一定會成佛 不當成佛 無善不停 就是不當成 就是不會成佛的無善佛 無善不停就是佛無體 那麼沒有道 無有私出就是沒有這個道 一定會 因為一眼 所以有肉善的都會成就 那無肉善力量更大 怎麼可能不成就 那一定會成就 所以你這樣想 你就有力量 往前走 不用怕 你只要發股提心 然後努力地學習佛法 行菩薩道 你都不用怕未來會怎麼樣 因為心 這個心會一直連續下去 這個業會一直存在 你有什麼樣的業會一直持續下去 這個語言會不斷不斷地越來越深 你跟佛法沒遠的 你不斷地學習佛法 跟佛法越遠 就越來越深 你那個世間的朋友 天天見面 天天見面 也越來越深 也越來越深 一樣的道理 久了不見 就越來越淺 越來越陌生 一樣 我跟佛法也是這樣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原生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 死了就不再現 不會 原生的時候 死了它會再來 就在你旁邊 尤其是你鄰居 尤其是你老師 尤其是你員工 就像他墮三二道 都會是你家的一隻狗一隻帽 有緣嘛 這種東西是這樣子啊 那麼有善緣 他就來成就你 惡緣 他就來傷害你 就簡單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跟佛法結這個緣 那麼我們一定 生生之事會遇到佛法 我們跟善之事結這個緣 我們生生之事就會遇到善之事 所以你不用擔心 那麼 那一些惡緣 那一些世間有樂的善緣 都可以成就 那我們這種緣更深刻 怎麼可能不成就 一定會成就 所以這個是色大聖論 這是色情寫的 色大聖是無所菩薩說的 因為菩提心不容易 不容易發 發了菩提心很容易退轉 怎麼能讓自己的菩提心不退轉 這個你要這麼思維啊 所以 那麼照上面的理論 可以多多的訓練自己的心 四道教練叫做三種戀魔心 那這裡叫做三種戀心 戀心路退驅 那麼精進的賀丹佛道 我們叫做賀丹如萊佳葉 把佛法挑起來 那麼不用怕 不要退驅 不過世間也有把成果看得輕易的 那你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容易 但是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困難 不是做不到也不是很容易就做到 以為休息為少的功德就會成果 好像簡簡單單那麼就會成就 之後莫是從雀若懈怠中來 莫是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曾上班人也會這樣 出生賭兒不怕我 要不要說出生之賭不怕我 出生的牛 因為他不知道 不怕老五 一樣 如自以為來 等到絕大 覺得不是這麼為事 也許阿悟也會來不及 就是你還是要了解佛法 比如說了解自己 了解佛法 相信自己 相信佛法 那麼勇敢的發佛之心 努力的行菩薩道 那麼他就會朝佛道前進 主要是這樣子的 那後面講道 那麼真正你沒辦法 好啦 跟你講 念佛法的意行道 這個是因為事件道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好大家可以講一下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